我去駁斥嘉嘉 他太看小四大天王和伊神的影響力 我說得很清楚 我說只是唐人會喜歡他們 其他人是不會去看他們 所以你說全球華人喜歡他們 但我也很坦白說 全球華人喜歡他們也好 實際上 現在的唐人在外面不是很有錢 我告訴你他們實話 會不會因為伊神 四大天王又回到香港 我就告訴大家 有很多人寧願去日本和韓國 都不會回香港 我不是灰 我是說事實 如果你說很灰 那不是很灰 我講到事實 現在那個文化營銷是失敗了 文化營銷失敗 你不能吃回老本 伊神他幾歲 四大天王 個個都60以上 我不是說應該個個都是 郭富城比較年輕 但是 我說一句真話 告訴大家 不是那麼容易 在香港搞 還有 還有一件事 自從MIRROR演唱會出事之後 你在演唱會有很多事情 不是真的可以做的 我就告訴大家 有些事情 香港是不夠運 這是事實來的 如果你是信運的話 香港現在真的不夠運 那個大方向的形勢 已經不太遷就香港 這是事實來的 你可以看一看 人家就是 早上八九點的太陽 韓國的文化成績 文化營銷的成績 韓國其實真的很好 這件事 你不能夠說 韓國是不行的 這件事他們真是厲害的 他們 那些人去看K-pop 不是唐人來的 是西人來的 你要知道 我說句老實話 如果你說我太灰 老實說 我覺得有些人是太樂觀 是真的 現在根本是不可以太樂觀的 因為 當然 我不是說要唱到很壞 就是洞房那種 有另一個極端 洞房 他今天在A1 出了 新政府白日 香港脫皮脫骨 外圍風高浪急 通關未得 雙鋪倒閉 說趕著外遊 商戶失救 旅客不靠 其實他們說出表象 但是沒有說出實際問題 其實 如果你說雙鋪排隊倒閉 這個問題 就是 在香港的舖租太高 其實 這些東西倒閉是正常的 現在 它的自由經濟是會調節的 舖租太高 有些東西根本做不到 那 Colang 說老闆演唱會越老 越多人看 其實是會有些年紀大些的人去看 其實是真的 但是 年紀大些的人捨不捨得去 就是另一個問題 我也說句實話 現在 在外國的情況 有很多人的身家是縮水的 對美元來說 你說美國有很多唐人 說句實話 美國現在有一群唐人 其實很討厭香港 我也要說句真話給大家聽 我自己在美國也有親戚 美國的親戚 根本 你看看他們的Facebook 就知道了 19年之後 他們全部都是 我看到的情況 差不多是清一色的 我不能夠誇張到清一色的 我也說過大概的數據給大家聽 應該是十個有八個 十個有八個都是很討厭香港的 以及說以後都不會回香港的 我講句實話 因為美國方面 坦白說 他們的媒體力量很厲害 還有 他們認為美國政府做的是對的 中國政府做的是錯的 我講句實話給大家聽 所以如果你說 真的可以吸引到美國人 或者美國唐人 回到香港 我也是打個問號 其實到現在也是 Danny Lauhk 就看看12月陳奕訊演唱會成績點 就去看看 到時候就知道了 DB3 PA121 就說洞房第四次對聯很厲害 這次不是對聯 他就說香港脾皮脾骨 其實香港是有困難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 有一群人是趕著外遊 事實我們說了 這是真的 這不是假的 就是洞房也不是完全說假的 但是洞房 他當然是用一個很惡的情況去罵 就說 港人等通關三年 政圈就傳消息 下星期二十大之後 越港通關就可以逐步放寬 那消息又說 香港和廣東省傾易 向隔離 又沒有突破性結果 原因之一 就是深圳市 又爆疫 多個區域都要封控 當地部門 對防範輸入風險的 境界極高 其實當然是要防 其實內地的情況 他們根本 現在很難放鬆的 事實就是 所以我經常都說 不要給假希望人 假希望比真希望更差 其實很多 假希望比真希望更差 假希望更差 我都說得不清楚 不要緊 清山逃犯麻醉園說 洞房簡直是社會的清傳 社會的明燈 結席如印度聖河搬清潔 明亮如燈神搬光亮 是指路明燈 洞房香港好在有你 洞房他其實一直都說 要跟內地通關 但是我們都說過現實給大家聽 這個根本很難做得到 還有就是 7加3集中隔離 這是內地專家說的 新冠病毒出現變化 7加3集中隔離 已不符合最新的情況 其實有人說出實話的 就是林健鋒 現階段希望內地和香港 達致零隔離通關是奢望 我們一早就說了 根本沒有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簡單 這個 洞房當然要咬 這個特區政府 就說特區政府 對內通關就是老鼠拉龜 對外通關就是龜速萬步 他就說 在日本、南韓、新加坡、泰國 相繼取消防疫措施之後 香港仍然後知後閣 直到9月26日 才急急把原本3加4的檢驗安排 變成0加3 但是措施 只是旺了港人出境 無助香港吸客和旅遊復甦 其實他不是說廢話 他們是動防爭取的 其實你0加0 老實說 就算是做到0加0 也好 現在的情況也是吸不到外國客 或者說實話 有些人就說 不是 都要拼一拼 就是一脫求生 就是現在我們一脫求生 不是怎樣 都快死了 為什麼不是一脫求生 現在 那個問題在哪裡呢 你跟內地的防疫 撐得太遠 你就很難跟內地 就是 通的 這個我們說過很多次 所以 你現在搞0加3 沒有問題的 旺了港人出境 都不是一件完全的壞事 吸不到遊客 但是0加0也吸不到 我說一句真話給大家聽 如果有些人 就車望一件事 就是0加0 就是吸到客 就是旅遊復甦 0加0 那情況就是 所以中間 現在是一個困局 就是這樣 我們經常都說 現在不是灰 不是悲觀 而是事實 你要看清楚 現在發生什麼事 就算0加0 你也吸不到客 0加0也無助於旅遊復甦 因為 香港有其他難題 就是 第一 紫水太高 你去香港的成本太高了 還有 現在 就算你搞0加0也好 你的航班 根本都不夠人 就是 沒有人去做 航空業 根本不夠人 這個情況是 沒有錯 有些航空公司 就在外國都會飛香港的 這樣就 如果變成0加0 或者 0加3 會多了航班 這個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會多人到 就是 令到香港的旅遊復甦呢 或者 吸客呢 所謂他們說 不是 其實就 還有就是 因應放寬外地檢疫 而出台的 安心出行 紅黃馬 這個動房 他就說 8月推行以來 爭議不斷 鑽馬亂象又重生 動房 就多次發現 有南馬人士 無辜被禁足 無法進入食肆 所以 亦有 紅黃馬人士 因程式錯誤 而通街走 那 那 其實 動房說的那些 就很少問題來的 其實就 但是呢 他現在就 撞政府辦公室 說 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仍然死撐 紅黃馬系統 一直運作暢順 當然 有些人都會撞政府的 工聯會 權益委員會 副主任 林偉剛 就認為 這個動房說的 新一屆政府上任 百日的施政 在經濟發展方面 成效不彰 現實就是 大環境不行 其實 有時候 我也要說 如果你說大環境 給別人聽 政府 可能會被人罵少些 現在大環境是出了問題的 其實就是 這個工聯會 就給了六分政府 那 他就說 通關和人才方面 需要加大力度 你腦袋 這個工聯會 他自己有份 嚇走香港的人才 我講一句實話 給大家聽 你四方果講的那些事情 真的嚇走很多人才 他一出一條片 分分鐘 有幾十萬view 接著 有些人看到 就覺得 哇 很驚嚇 香港有些議員是這樣的 還要工聯會議員 還要工聯會議員 傳統外國組織的議員 是這樣的 人才都被他嚇走的 老實說 真是很坦白說 這件事情 真的看到他呆了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 梁子超又認為 另外 香港政府應該盡早 放寬社交距離 措施 和實行0加0 通關 我講一件事給大家聽 我是第一次 聽到 防疫專家 要加一個引號 我不敢說 他是不是真的專家 但是 這次說要0加0 我講一句實話給大家聽 從來在外國 我沒見過那些 主張防疫的人 會突然出來說 會支持0加0 講一句實話 我們這裡都有些 防疫專家 一直都說政府要謹慎一些 從來都沒見過 從來都沒見過 防疫專家 是叫政府再鬆一點 我真的沒見過 政府 他決定鬆一點 是一個政治行為 或者是一個 想過社會經濟發展 而做的妥協 但是你防疫的人 其實很老實說 應該做的事情就是 講清楚給大家聽 染疫的風險是什麼 講清楚給大家聽 你現在放寬之後 有什麼風險 你再講實際情況給大家聽 是吧 我也不明白這個 梁子超的思維是怎樣的 他說 今年冬季 香港疫情和流感 的確存在不確定性 但是不一定代表會嚴重 是不是那些人嚴重一點 要看呼吸系統 專科醫生 是不是會好生意一點 就是那些人出了事 是不是會多些去看呼吸系統專科 蛤 他說海外地區 至今都未出現 新冠流感 雙續感染的情況 他都煞昂的 你如果看北半球 當然沒有了 你看南半球 就有了 是黏筋的 這個梁子超 都煞昂得 這個人根本是 他就說 香港應該在這兩個月 黃金期盡快放寬 令社會經濟民生得以恢復 放寬的時候 社會經濟民生如何恢復 現在的現實就是 那些人 我也要再說 那些人現在 能夠在香港花錢的人 他都決定不在香港花 有能力在香港花錢的人 每個人都覺得 我要儲錢去外國旅行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怎麼辦呢 就是我很認真地問 Danny Lightge Ranger 說 香港三針接種率 都未到95%以上 都未到的 那如果你全開會怎樣 沒所謂的 全開就會有人死了 其實真相就是這樣 全開就會出事 當然 何虎就說 洞房是屎坑的名單 其實 他有些是沒有說錯的 譬如說 有些人真的會儲錢去旅行 這個是真的 那些人趕著去外遊 這個是真的 這些沒有錯 但這些不是政府控制得到的 很簡單 現在爭取零加七最初 你零加七和零加三都一樣 那些人都會出去外遊 其實事實上 好了 你去到零加零 根本外遊的情況 根本就不會有改變 你一開放的時候 第一樣東西推到 就是那些人去外遊 因為香港是比較有錢的地方 有錢的地方的人 就是有錢就生癢 現實就是 而且你一開放 他們一定是先出浮的 現在很多地方 其實他們 壓抑了出行的人數的原因 就是他們的紫水是跌了的 譬如 澳洲 沒錯 澳洲也多了人出浮 但是 他們出了很多問題 就是他們 澳航本身也有問題 澳洲航空公司 它本身 不是澳門 不是澳門航公司 我說澳航 有些人說我以為是澳門 澳洲航公司 所以他們本身就出了問題 就是 他們人手就不夠 然後還有一件事 就是航班也還未恢復正常 這個就壓住了 離開澳洲的人數 還有澳洲的紫水 又低了很多 有很多人現在就不出浮 結果出得浮的人 整體來說的數字是不多的 去到澳洲的人也比較少 現在的情況就是 因為澳洲已經開了幾個月了 其實你看到這些數據 根本不是說一開放就會復償 香港的情況我相信也是一樣 不是說你開放了社會 沒有防疫措施 所有事情就恢復正常 根本就不是這樣 現在報章媒體在香港的報道就是 政府全開了就會變得正常 不是這樣的 即是你全開了也好 那些商戶都是頂不了的 有一部分 這是沒辦法的 現實就是這樣的 絕對清零就說 香港和內地通不了關 做什麼都沒用 很多旅客和商務客 都會經香港純度骨削 是 這是真的 還有香港有些行業 根本就是 一直都是靠內地人去頂住的 其實就是 現實就是 19年到現在 其實已經是沒有生意 為什麼19年是更大 19年也是少了很多內地人 就是 當然19年的情況就是 因為那些暴動人是針對內地人 其實就是 美國吳凱銘就說 一放就死 現在的情況 香港是要捱一陣的 即是 你說之後會不會 好像李家超說這麼樂觀 如果他有其他對策 去扭轉大環境的影響 那我也相信他的 但是現在我暫時都看不到 有什麼方法 可以扭轉大環境的負面影響 即是大環境 其實最嚴重 對香港來說最嚴重的事情就是 現在有很多有錢人 就把錢搬去新加坡 這個是成了一輩子的了 香港有沒有辦法 吸引那些有錢人 把錢放在香港呢 即是香港最慘的地方就是這樣 新加坡他們都要做一些社會公義的事情 其實他們的政府都會 顧及一些民生做一些事情 但是在新加坡做的時候 就沒有人說 新加坡政府就趕走一些有錢人 他又沒有這麼說 新加坡現在還有他們根本 有些政策就是要有錢人 交多些稅 但是他們做這麼多事情 都有些有錢人 就把錢帶去新加坡 整個家族辦公室 但是在香港嚴重的地方 就是如果香港政府做多些民生事 基層、中產不要那麼苦 就有些議員跳出來說 這樣會嚇走香港那些有錢人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香港是很難搞的就是這樣 香港根本是不容易處理的 那個問題是 基本上是很難搞的 香港不是那麼容易處理的 其實是 還有香港最嚴重的 這件事其實也是一個代價 香港的幣值很穩定 跟美元掛勾很穩定 但是它有代價的 就是當你的經濟運行的時候 跟美國運行的速度不一樣的時候 你的貨幣政策就要跟美國一樣 這個又是一個死證 香港從來都是有這樣的問題 美國現在經濟過熱 它要加息 通脹很厲害 它要加息 香港沒有通脹 但是也要跟著加息 香港經濟不是過熱 都要加息 這些是死證 有很多事情 為什麼說 對香港很悲觀 不是悲觀 而是 有太多大環境的問題 其實特區政府都處理不了 其實現實是 我都說實話真相給大家聽 現在商界人士為什麼這麼害怕 就是當你看到美國的加息周期 香港你強行是要死根 但是香港經濟本身已經不妥了 你強行要死根加息 這次又是糟糕的 我講一些實話給大家聽 現在很難搞就是這樣 其實空偉師就說 不要說開了關 內地人就會大量來 國內都元氣大商一樣 我就是說 你根本現在開什麼關 都是其實 不是會馬上解決到經濟問題 現在太多人出來說 空偉師說得對 就是 一開了關 所有事情恢復正常 所有事情都沒事 不是這樣的 澳洲也夠開了 新西蘭也夠開了 其實經濟一樣不好 一樣是不行的 其實是 講一句真話給大家聽 不是說 好像議員說 零加零就搞定了 不是這樣的 現在為什麼有些人很奇怪 就是跟以前民主的人一樣 搞民主的人 民主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當然不是 不是這樣的 現在你通關就解決所有問題 根本都不是這樣 通關是解決了一部分問題 但是你解決不了經濟全部問題 其實是 很嚴重的 現在根本全部都是 整個世界都有問題 還有美國還要加劇的問題 他一加息 結果人人都糟糕 現在就是這樣 Pan Pan就說 你連澳門都不想開給香港 其實澳門 有香港賭客 他們都會旺很多 他們都不想開給香港 其實是 他現在不會開的 因為大家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開了 都幫不了經濟很多 現實是 空威師 沒有辦法 有些議員 貪得無閹 請過菲容 彬彬姐姐 都要稅務 因為這是新聞黨的 他們是亂來的 現在有些人是亂來的 很瘋狂 不好意思 嘉嘉說一人一票什麼都行 這是騙人的 現在你零加零什麼都行 都是騙人的 一樣的 我告訴大家 不是這樣的 你一開就麻煩 內地要開 但是內地的問題 就是如果他一開 內地會死亡 很多人會非正常死亡 如果內地 現在你看到的政策 就是他不想太多人非正常死亡 他不想太多人非正常死亡 他一定會嚴控 一定是 還有你看一下內地抗疫 一個疫情出現了問題 其他地方去救 如果你一開 內地給那個例子 開 如果到處都出疫情 怎麼用現在的模式去救 救不了 救不了火 現在就是 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地方出問題 其他周邊的地方 找不同的地方的人去救援 去幫忙 現實就是 這個做法 你是搬一些資源 去沒有資源的地方 如果一起爆發的時候 一起沒有資源 就一起死亡 情況是這樣 所以不是這麼簡單的 哈哈哈哈 Colang就說 香港人向澳門即日來回島 對經濟幫助不大 其實就是這樣的 即日來回 也是有的 但是香港人是最壞的 其實我也要說 很多人是這樣的 上船之前 在那個碼頭 就買了一套套票 連酒店都不住 那個套票 就去打骨 其實就是 賭完錢去打骨 要是打骨 去賭錢 香港人是這樣的 那你說香港人 會不會 對經濟的幫助 有些幫助 有些幫助 但是不是很大 孔偉斯就說 所以都不能妄自非博 這樣的環境 香港人都過了生活 其實現在生活已經不錯了 其實 空偉斯都說得沒錯 這個是 現在你說香港是不是很差 好像動房 說說商戶失救 其實現在有吉舖 其實不是說商戶失救 這樣的情況 就是 那些店舖 商家人做不到 他們一定會收拾 其實現實就是 你不可能 生意不好 都會守住這間店 台洋 為何會 之前有間店位 都賣了 沒有租客 沒有生意 就賣了去 沒有辦法 有時候是這樣的 有時候投資 有生意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的 現實就是這樣的 好了 那 那 小玉說 遲些 要政府幫他們養兒 有人會夠膽死 說這些話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爸爸 昨天 新疆自治州副主席 才道歉 說防疫不力 愛入其他兄弟省 如果開了香港 廣東的大佬 都可以切福 我就告訴大家 就是 廣東省 和深圳的官員 和李家超 或者和陳國基說的事情 我告訴大家 那些是真的 無面說話 他每樣都會說好的 到實際上 每樣都不肯 這個我 很久之前已經說過 你和內地的官員聊天 你都要了解 他們後面的壓力 在哪裏 那個壓力 不搬走的話 你根本不可能 搞什麼春役隔離 那些 現在你看到 特區政府說 特區政府搞不了 搞不了就是搞不了的 有什麼辦法 主導權都不是在特區政府那裏 特區政府已經盡力搞的 我也要支持特區政府的 就是 李家超 陳國基那些 他一定是盡力去做的 他盡力的了 但是內地他都不會肯的 如果你香港多些籌碼 譬如說 有國際健康疫站 你多些籌碼 你是不是會好一點點呢 好一點點 但是都不一定能通得到 他一定的要求 都會有些要求 就是要有內地人在管 香港的國際健康疫站 要是他們自己相信的人管 才可以的 你香港人管他都不相信 我講個真話 唉 有時候的事情 坦白說 我們講真話很少人聽 其實就是 還有真話很欺人憎 有些人會覺得很灰 但是我就講個真話給大家聽 現在大環境不行 現在是 不是 不是 只是 零加三 限制了一些人來 不是這樣 不是零加零 即刻可以 沒有可能 就算零加零 你在香港 都要做一些防疫的措施 一定會有強檢令 一定會有其他 如果不是你通不了內地 但是 你有強檢令 其他隔離令 那些事情 其實有很多人已經是 不會選擇來香港的 現實就是 但是這些事情 你又清不到 因為內地的問題 就是內地也是有管控 所以很難搞的 其實是 不是這麼簡單的 Excel就說 這個 尖沙咀 尼敦道多多吉舖 有些人做了短期 散藥散貨場 做生意的人 他會調節他們的做法 為什麼多了這麼多兩送飯 就是那些店舖 租的便宜一點 那就可以做回一些 其他做得到的生意 其實就是這樣的 那 Excel就說 香港很多漁民 信香港政府有滑樹權 通不通關呢 信洞房這些垃圾 這個就是最嚴重的地方 地下司令說什麼 你信他 其實是賴得的 其實 Eve Lee就說 現在香港的政棍 其實很努力地證明 港人沒有能力治港 他們純粹是為那些 即是既得利益者發聲 所以很嚴重 就是這樣 那絕對清零就說 逆隔離搞得都不好 就是一會兒在香港隔離 去到深圳關口 你不合格 不給過就站在那裡 要隔離 都是上深圳 穩陣 其實 即是說真的 你逆隔離內地 他會不會接受 我是很懷疑的 還有 如果內地他要加大那個 即是 隔離酒店的供應量 他們是可以加大的 他們 我也說過實話 他們要加大 有能力可以加大的 但是他們沒有加大 為什麼 他們都害怕 他們要計算數 還有就是 他要計算到大概 有幾多百分比的人 是會染疫的 染疫 他有沒有設施去處理 這個也要計算 有很多數 不是那麼簡單 好了 講到這裡 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回來講主題 休息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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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一會 呼吸一會 我們會發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